生活小难题能够激发创意 大马西理工学院的学生发挥巧思 通过简单的设计 协助乐林和体账人士 解决生活上的不便 是的 记者薛书会了解呢 今年参与工程院创意展的作品中 有10%是专为行动不便者设计的 比去年多大约一倍 即使行动不便 但是有了这台智能产品陈列架 摆放在最高处的货品 也能随手就取下来 你的声音和点字的介绍 市场人士购物将更方便 我有一位市场朋友 他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而常常不能够单独 独自去超级市场购买东西 所以有了这个发明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可以自由 可以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在松软的沙地上推轮椅 用再大的力气也是寸步难行 安装特制轮胎 行动不便的人士 也能坐轮椅在海边散步 而这项发明就能够让巴士乘客 在巴士抵战期的大约30秒 就能够通过巴士站的荧光屏 预先知道自己的巴士车号 将一来 无论是夜晚或者是雨天 能见度再低 也不会错过自己的巴士了 108件别出新材的设计 全是淡马西理工学院工程系毕业生的杰作 公众可以在星期六校四点前到场参观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会报道